喜欢的孙子是有黄十四子做西针的时候 康熙就把他两个笛子接到宫里来 那一起进宫抚养的 还有一个就是跟《红楼梦》关系 非常非常深刻密切的扶蓬 如果曹雪芹确实是曹莹的孙子辈的话 是他的表哥 很多的同学家都认为 扶蓬跟《红楼梦》关系是很密切 探索乾隆与《红楼梦》紧密关联 蚂蚁公教授 风之红履 《红楼梦》与乾隆的十三道阴影 请上网搜 滋滋线上听 凯基全球精英55ETF请自我介绍 报告 我囊括十一大产业 并从中精选五大龙头企业 组成55档全产业明星队 还会自动加减码产业比重 很好 真的有料 凯基全球精英55ETF代号00926 掌握投资机会 攻守兼备 申购速洽各大券商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享乐公开说明书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股票这玩意儿跟总体经济数据 141 242就很不一样 股票讲的是竹梦 讲竹梦是比较抽象一点 其实讲的就是所谓的趋势跟方向 就比较现实面一点 趋势方向是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这个华为生腾计算业务CTO周月这个人 他说根据他们的估算 他说AI的算力每四个月就要翻倍 每四个月 听到没有您听清楚 四个月double 四个月double 这个算力的增加 这个需求的增加非常的惊人 那同样的 这个华尔街日报周一就报道说 那瑞银UBS的分析师预估 早先的Chair GPT的版本 大概需要一万颗的 十万颗 对不起 一万颗的绘图晶片 就是早先的Chair GPT的版本 要一万颗的绘图晶片 但是呢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预估 他说新版Chair GPT 大概需要三到五倍 灰达的高阶处理器 然后辉达的财务长呢 在这个财报电话会议上说呢 辉达已经大幅扩增 下半年的采购量 伺服器制造厂商 跟他的直接客户说呢 他们得等超过六个月 才能取得辉达最新的 绘图晶片 就这个GPU了 另外美超微电脑 就是Super Micro Computer 他的执行长也讲呢 他说绘图晶片系统 积压订单创立是新高 他的公司呢 正在加速的生产 可见呢 现在市场的需求 是非常强的了 那这需求呢 当然就来自于这个算力 不断的需要扩增了 好那 这个就是我刚所讲的现实面 跟这个趋势面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要来回到 比较现实的 来看一下这个 总体经济的状况 景气呢 现在是外人内温 经济衰退无感吗 今年GDP能不能保二 以及呢现在目前 台湾面临到三大的风险 那到底是哪三大风险 我们今天一并要来请教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 吴大任教授 吴老师你好 阮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 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公布出来的五月消费信心指数 CCI 是微生对不对 吴老师 对没错 我们是昨天早上十点发布 对 好那状况如何 您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一下 中指数的部分呢 是小幅上升了0.49点 来到63.67 那因为它的升幅也不大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是跟上个月持平的这个状态 但是呢它终究是正的 所以还是好事啦 好那在六个分享指标里面呢 只有一项下跌 那其他的都是上升 那下跌的部分呢 是有关物价的信心 那物价的信心呢 就是这个月的调查 它是下降了2.45点 来到24.4 那它是创了就是从金融海啸以来的最低 OK 所以大概是14年半左右的新低点 那表示呢 现在一般的民众啊 对物价上涨的这个感受 还是非常的不好 那所以说呢 有关物价的信心 还是创新低 物价的感受就是 感觉物价很高 然后所得不够 是这样吗 那这是政府的责任呢 还是说呢 这就是大家得承受的工业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不只是发生在台湾啊 因为全球各个国家 都还是有严重通膨的问题 那相对于美国或者是欧洲 我觉得我们台湾 这个物价的情况 已经算是比较缓和 那即便如此呢 因为我们长期 就是低薪嘛 大家所得也不高啦 所以物价 只要有上涨 大家的感受还是非常的不好 这个所以这就跟薪资 跟物价联动的关系了 是是是 因为美国基本上 他们的薪资增幅是很可观的嘛 你看年比增幅都5% 6% 这样在增嘛 对 台湾哪家公司年比增幅 薪资有5% 6%啊 是 很少啦 所以我们其实第一季的 那个总薪资 就是 就是明目的总薪资 是有上升 但是呢 实质总薪资 就是我们的薪资成长 扣掉 我们的那个通膨的数据之后呢 我们实质总薪资 其实是下降 OK 对 就是薪资是在倒退路 没错 做成长 就物价高过薪资的增幅 是 是现在目前的现况 对 好 那 这个 现在目前的分项指标 整体的状况是如何呢 就是说 除了您刚所讲的薪资的 这个物价的部分 其他的 比较值得一提的 还有什么呢 在那个有关耐久性财货购购买时机 还有房地产的信心这部分 这个月它上涨的幅度都是比较大一些 好 那耐久性财货购买时机呢 这个月它是上升了1.65点 来到110点 是 那房地产的信心指标呢 它这个月是上升了2.05点 来到105.35 那这两个指标呢 他们都是超过100点 所以代表它还是乐观 所以这个 之前我们也提过嘛 就是政府的这些打草房 的一些政策 还有 就是央行升息 那特别是那个 今年 年初刚通过的 这个平均地权条例的 这个修正 那这些呢 看起来对那个房市 的那个影响 还是比较有限 那一方面薪资 政府不大 物价又高 然后呢房价又高 那您觉得民众应该要买房吗 那年轻人现在买房是对的吗 我看到先前曹新成啊 他去中心大学演讲啊 他说呢年轻人买房啊 是一个最蠢的投资理财 您认同吗 他的看法 当然有他的理由啦 对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房地产 因为制度面的影响 就是只有成本低嘛 所以他本来就是一涨难跌 就是跟其他国家比较起来 我们台湾呢 很多家庭 他的他买房是 可能是不止一间 就是两间三间 甚至更多 那这个情况呢 在美国或者是日本 是不容易发生啊 因为他们的持有成本 非常的高 所以以美国来讲 你买了一个 一千万左右的房子 你一年要缴的税 是超过十万 一%左右 一%甚至更高 那所以说呢 大部分的家庭 只买自己住的房子 那台湾呢 就是只有成本低嘛 那一千万的房子 一年要缴的税 可能一万块都不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家庭 他只要有钱 他可能又拿去买房 那所以 相对的 我们台湾 就是需求会比其他的国家大 那在供给的部分呢 我们也知道 台湾有很多 条件好的房子 其实也都是在 有钱人的手上 那那个 对有钱人来讲 他不缺钱嘛 不急着把房子卖掉 所以呢 攻击可能没有像 大家想象这么多 特别是很多空污啊 你如果要把它看成攻击 那可能是 就是经济学的定义 就是没有把它搞清楚 就是不管是攻击 还是需求 有两个条件都要同时满足 就是你要有能力 同时你要有意愿 那攻击的部分呢 就是你只要没有意愿 把你的现在拥有的房子卖掉 那他在市场上就不能算是攻击 是 对 那所以说有很多空污 因为持有成本低嘛 那对有钱人来讲 那个 他不急着把他的房子卖掉 即使没有出租 他宁可空在那边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看到啦 有人可能买到十年的房子 就是年龄已经十年的房子 但是这个房子从来没有人住过 还是有这种情况 甚至是毛胚屋哦 甚至里面是毛胚屋 对 他根本买了就是投资 所以他里面根本不需要有什么 其他隔间装潢啊 或是说那个位于设备 他就当初就跟建商讲说 这些你都帮我去掉 我也可以房价稍微便宜一点 是是没错 所以所以那个台湾 在房地产上面 有很多特殊的情况 在其他的国家是很难看得到啦 那那基本上 就是因为持有成本低 所以我们的需求 是比其他的国家大 然后供给呢 因为持有成本低嘛 有钱人他不急着 处分他的房子 所以供给相对比较小 那需求到供给小 他当然房价 还是呈现上涨的情况 现在年轻人 所得一个月大概四五万五六万的 大概应该也断了买房的梦了 在双北 我讲的在双北 因为桃园或其他地方 还是有机会 还是有机会 双北夸张到什么程度 我最近有一个朋友 他呢就是忍痛啊 也不算年轻人 他就忍痛啊 去那三重啊 那个河边的重画区 大家知道那三重沿着河堤嘛 现在有很多的重画区嘛 就小块小块的 类似那种应该是空地吧 过去可能都是一些 比较矮的房子 或者怎么样 他现在就变成重画了 然后去那边买房子 因为那边有 有那个三重捷运站那些 就是在河堤边 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嘛 就是那个 三重河边 对面就是新庄吧 那两边现在河边都是房子 就是新屋 要盖的一瓶啊 70万耶 70万 买个买个二十几瓶的房子 加一个车位 对 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听众朋友那是什么概念 我这样讲 如果说呢 你贷款 你贷款1500万好了 你知道一个月 你本金加利息 你要贪还多少吗 你一个月本金利息 你大概要七八万块钱 对 而且你还要拿出 500万的自备款 你这样子才能买到一个三重 三重比较像样的 现在目前的预售屋 或者是新层屋 太夸张 70万 一瓶三重 你过去想不到说 三重会到70万 对不对 对 是啊 很难想象 但是 我们台湾啊 那个房地产 固然价格高啦 但是 它其实在低持有成本的 这个 吴老师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为什么品价建设的建案 都能快速受庆 因为我们诚信交易 而且物超所值 同规格 地段建材的建案 我们卖得更便宜 同样的价位 我们的规格 地段建材更好 品价建设 是为老都根的领导品牌 老屋改建 您可以依赖我们 购买新房 您也可以信任我们 胡伟良博士领军 各位线上朋友 你们敢买房吗 如果你没有房的话 你现在是租屋的 你有想要买房的 请告诉我 你的打算是什么 你想买在哪里 然后你的预算 以及你怎么样 去还那些 银行的利息家贷款 我所知道的状况 现在年轻人有买房的 大概都不打算还本金了 怎么样做呢 比如说买个2000万的房子 不是可以跟银行贷款有宽限吗 宽限可能到三年 比较长的宽限到三年 三年到的时候他怎么办 三年到的时候 他再转贷到另外一家银行 再继续取得两三年的宽限 他就是一直转贷一直转贷就对了 他完全不打算他去还本金 那我说你这样子本金永远在 他说对没有问题 他说我将来卖掉 如果有钱赚的话 我就可以还掉这个本金 我就可以赚中间那个价差 年轻人现在是讲 那至少在这段时间 我有一个自己住的房子 我知道年轻人现在敢买房 大概都是打这种算盘 就没有人在想要还本金的了 不断的转贷就对了 所以现在银行那个转贷业务 非常兴旺 因为需求量非常的大 那这样子转贷银行时间无所谓 银行就是你就要信用OK 你对你过去那段时间 你没有违约记录这些 在连山上黑名单 他基本上就有点跟信用卡 对啊对啊 问题他还不起本金啊 他还起他还 他没有办法还本金啊 好我们回现场了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就吧 救命人 艰摩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这厂大学吴大任教授 吴老师您刚没讲完的部分 麻烦您再继续告诉我们 听都没有不好意思 那进广告 因为我们台湾 就是房屋的持有成本低 他固然会造成高房价 那这个 从社会福利的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会让年轻人 比较没有能力去买得起房子 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买两房以上的家庭 还是挺多的 所以说对很多家庭来讲 他住不了那么多 他就会把它拿出来出租 所以在租赁市场上 我们台湾在供给面 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充裕的 所以它就会造成我们的房租 相对其他的国家要低很多 所以有一个指标 就是房价房租比 我们台湾是偏高的 如果反过来 就是房租房价比 那我们就是非常的偏低 这个情况 其实对年轻人来讲 如果他不买房 他只考虑住房子的话 其实在台湾 房客 他的成本 就是他住房的成本 其实是相对低很多 对但您刚刚也有讲到说 我们的所得本来就不高 所以那薪资所得 薪资所得不高的情况之下 以双北来讲 租到一个OK的房子 进捷运站的等等 大概也要两三万块钱一间吧 两万块跑不掉吧 那年轻人可能他薪水四万块 他一半就贡献给房东 他也觉得很心痛 您讲的可能是 那个比较新的房子 就是居住条件比较好 但是像在桃园 我们学校附近 很多学生住的套房 或者是亚房 一个月他的房租可能是五千块 你如果住亚房的话 可能才三千多 所以其实在台湾 对年轻人来讲 他刚起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门槛是不高的 如果你住在学校附近的 这些亚房或者套房 一个月几千块 再加上你骑个摩托车 那你一个月在交通 还有居住的成本 可能都不到一万块 所以吴老师讲出一个 大家生存之道 就有一条生存之路 就是到大学附近去租房子 跟吃自助餐 因为那个相对价格会比较低 这是真的 有时候我到那个 因为我是政大嘛 我都跑去政大去吃东西 跑到木渣去吃 政大那边的物价 那个学校附近的餐厅 真的比一般的餐厅 要便宜大概20% 对 这是一条路 生活成本低 那你其他的钱 你就可以存下来 存一段时间 你还是会有一桶金 好 这个房价的问题 房屋的问题 住的问题 真的是一个大灾问 恐怕真的是 这个很难在一时三刻说清楚 因为牵涉面太广 那吴老师 六月央行会不会升息 因为现在看起来 联准会恐怕要再升息 没错 联准会现在升息的可能性 其实高过不升息 对 好 联准会要升息 那杨金雄总裁要不要应战呢 要不要再升呢 你觉得他可能会再升吗 我们台湾的情况 跟美国是很不一样 就是美国他的升息 对消费的影响 会导致那个 就是经济 当然就各个产业会受到影响 但是呢 因为美国很多家庭 他们消费减少的项目 有很多是进口产品 所以他所产生的外溢效果 会让台湾的出口 会有比较严重的衰退 那反而美国他本国的产业 受到影响还比较小 对美国现在经济 还相当的强劲 但是我们台湾 就是因为出口衰退 已经导致我们去年第四季 还有今年第一季 都已经变成是经济衰退的状态 GDP是负成长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经济衰退所引发的 各式各样的问题 它还是蛮多的 那慢慢的 它就会影响到劳动市场 甚至呢 开始 如果很多企业撑不下去 那就有债务违约的问题 那又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那在这个部分 我想对央行来讲 他还是要考量到 那个我们的 那个经济的现况 其实跟美国的差异还蛮大的 就是我们通膨 其实还是会慢慢降温 因为现在全球的升息循环 还是会让全球的需求下降 那虽然我们国内 有些让物价上涨的一些因素 但是呢 进口物价的压力 一定会慢慢减缓 甚至它会变成是下跌 所以我们台湾 可能到了下半年 通膨 它的所产生的影响 应该会慢慢的消退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那个经济面 就是特别是出口衰退 这部分的影响会加重 那所以说 我觉得在权衡之下 那个央行继续升息的可能性 应该会比较小一点 好 如果不升息的话 现在目前房贷率率 大概就停在2%左右了 对不对 如果再升的话 当然就要再往上撬 撬了这个 撬可能半码 0.1%左右 其实升息 它所产生的影响 我觉得最大的部分 是在企业的借款 对 企业过去的投资 而且它的借款金额都非常庞大 那都是 好几亿深知己 这样的借款 那央行即使利率调一点点 那对企业来讲 它的利息负担也会加重 那现在衰退呢 出口的衰退 已经让它的营收在下降 但是它的成本 如果不断增加的话 那他们的 未来的债务违约风险 就是不断的会扩大 好 那吴老师我看到你有发布一篇文章嘛 写说有这个三大风险 对不对 我们要不得不防的三大风险 对 那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到底哪三大风险 其实最主要 就是出口衰退 它引发的 当然第一个就劳动市场 在劳动市场的部分 就是未来无薪价 还有低工时的那个员工人数 还有包括那个失业率 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好那那第二个第二个主要的影响 还是在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债务违约 好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如果另外好就是如果我们失业人口增加 那其实呢很多家庭的所得也会受到影响 那最后呢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内需 所以现在呢我们虽然是看起来 好是外能内温 但是呢如果我们那个出口衰退的时间持续的话 那它会反过头来 又会打击到我们的内需的 对那另外呢 在投资啊 好这部分 我觉得其实现在厂商的处境 要让它继续去做投资 恐怕也是很困难 所以很多厂商其实都在下修 它的资本支出嘛 好那那我想这个这个部分 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内需 所以所以呢这些 就是我们出口衰退所引发的各式各样的风险 我们还是得密切注意 好 我们听众朋友那个Judy留言说 蓝大哥你这样一讲 等一下政大那边的制度餐就涨价 然后那个房价就涨 Judy你可能不知道现在木栅房价有多贵 你去看看政大那边没收 我跟你讲 政大那边 政大那边没有六七十万七八十万一瓶 你买不到 没错 我们张金二老师就住在那边 大方的这个最厉害的张金二老师 就住在政大那边 政大那边房价不便宜 讲政大 他已经涨到那个政大山上 山坡上面去了 我那时候在读政大的时候 我们山坡上没几栋房子 现在已经盖满了 太恐怖了 好 那我们那个什么 空妈记说 他也常常去政大吃制度餐 看妹子 你还真厉害 你还看妹子 我没有 我就吃制度餐 好 那最后对于台湾的经济 有没有什么解决的良方呢 吴老师如果您 你要给我们的政府建议的话 您会怎么建议 我觉得 现在我们最辛苦的应该是厂商的部分 因为出口衰退 他们的营收就在下降 所以将来有任何政策会影响到厂商的经营 都要谨慎的考虑 像比如说我们之前的那个电价调整 主要还是针对工业用电跟商业用电 虽然在民生用电上面 我们一般的民众感受不深 但是厂商他现在已经成本的压力越来越大 那在这个时候再去再去做那个电价调整 我觉得会让他们雪上加霜 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 看起来电价好像没办法不调整 没错 那我是eventually你还是要调 但是呢你还是要看时机 台电中油一年亏 两家公司加起来快五千亿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代价其实是值得的 因为去年通膨情况很严重 那政府让中油跟台电亏损 来让我们的物价在去年可以比较平稳 我觉得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但是将来我们要把这些亏损弥补回来 是中长期的事情 你不见得要基于一时 现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你去做这些事情会让厂商更加困难 那等到以后景气转好 那再来做这个事 可能我觉得厂商他也比较有能力去支付 比较高的电价 那民生呢 民生总不调这个 只调那个高压用电 特高压 不调民生用电的话 不调长民生用电电价恐怕也 民生用电是700度以上会调 对 那所以说他其实还是有比较节制 基本上是希望不要影响 对民间产生太大的影响 那这个考量也是对的 因为那个我觉得现在大家 那个实质薪资是负成长 所以我大家的生活都是比较辛苦 但是我是觉得不能只考虑到民生 其实厂商也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的产业发展不好的话 那其实我们台湾的经济 那个所有的事情到最后还是会 会影响到每一个家庭 AI用电量最大了啦 非常谢谢吴老师 我在旧金山 Ocean Holiday 我在民生 我一家庭 我一家庭 在哪里